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另外一种常见到的作用力 那这个作用力呢我们称之为摩擦力 一般又叫做阻力 那这个阻力呢它是产生的因素呢 是因为两个系统 它中间的接触面呢因为凹凸不平 所以当这个系统呢如果产生相对运动的 趋势的时候这个阻力呢就会呈现 就会呈现出来比如说 这是A跟B呢它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那当这个A呢受到一个作用力F的作用力 往右边移动的时候 那因为凹凸不平的关系呢 所以它会就呈现一种阻止它运动的一种作用力 这个作用力呢我们就称之为摩擦力 那这个摩擦力呢一般来说 依照运动的方式呢 我们把它分成两大类 那如果这个运动的方式是用旋转的方式在运动的时候呢 那这种摩擦力我们称为转动摩擦力 但是如果这个系统呢是用滑动的方式在运动的话呢 那这种摩擦力我们称为滑动摩擦力 那滑装摩擦力呢又分成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我们称之为最大净摩擦力 它出现在这个系统呢 从静止状态到启动状态呢 所呈现的这种阻力 那这种阻力呢它有一个最大值 这个最大值呢 我们就称之为最大净摩擦力 那最大值摩擦力我们通常用什么方式来探讨它呢 我们下面看这个图 这是一个系统 它目前呢是呈现的是一个静止状态 那我们对它施力 那理论上呢我们对它施力呢 它就应该要动才对 但是因为它中间有呈现一个阻力 这个阻力呢出现在这个 接触面的这个位置 那当我们施力 我们慢慢的增加增加增加 比如说从一牛顿开始不动 那不动的话呢表示这个一牛顿呢 并没有达到这个阻力的最大值 那当然我们就开始再继续的再增加 比如说增加到三牛顿的那一瞬间 这个系统呢就开始启动了 那就表示呢它的最大静摩擦力 就是三牛顿 那根据物理学家它的实验的结果呢 这个影响这个最大静摩擦力的因素呢 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系统本身的正向力 我们来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系统如果启动的作用力呢 是一个水平力的时候 就是不是斜向力是水平力 那它的正向力呢一般是跟重力呢 是大小相同呢 方向相反的 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系统 放在水平面上面的话 它的重量越重的时候呢 它的正向力就会越大 所以它的最大静摩擦力呢 也会跟着变大 也会跟着变大 所以要让它启动的话 就比较困难一点 那第二个因素呢 跟接触面的性质有关系的 我们叫做摩擦系数 这个我们称为μS 我们叫做静摩擦系数 那这个接触面如果越粗糙的话呢 这个摩擦系数就会越大 让它启动的话 又要用一个比较大的作用力 来让它启动 好我们来看呢 这个摩擦系数呢 跟正向力之间 对摩擦力所造成的影响 这是两个同样的都是A 那接触面呢都是甲 那你可以发现右边这个呢 它的正向力呢 比较大 好所以这两个的区分呢 就是说右边它的最大静摩擦力呢 一定比左边大 再看下一张 那这个图呢 它是同样都是A 而且大小是相同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们的正向力是相同的 但是因为接触面的不同 它是一个是乙一个是甲 那A跟乙的接触面呢 因为它比较粗糙 那A跟乙的接触面 所产生的摩擦力呢 会比A跟甲的摩擦力呢 要大了一些 那我们再来接下去呢 来介绍第二种摩擦力 就是动摩擦力 那动摩擦力呢 就是当系统启动以后 刚刚是静止到启动的状态 呈现的阻力呢 我们叫做静摩擦力 它的最大值叫做最大静摩擦力 那启动以后所呈现的阻力呢 我们就称之为动摩擦力 那影响动摩擦力的因素呢 也是有两个 这个是跟静摩擦力的因素是一样的 也是正向力 那另外一个就是动摩擦系数 那一般来说呢 这个动摩擦系数呢 会比静摩擦系数稍微小一点 所以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分 从这张图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当我们开始失利的时候 这个力量慢慢的增加增加 增加达到这边的时候 它开始启动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摩擦力 我们称之为最大静摩擦力 可是启动以后呢 我们的作用力虽然在增加 可是动摩擦力呢 并没有改变 因为它是一个常数 所以两者之间的最大的区分呢 有两个 第一个 动摩擦力呢 它是启动以后 它是一个常数 它不再改变了 那第二个呢 因为它的摩擦系数呢 比静摩擦系数要小一点 所以一般来说 对同一个系统 跟同样的接触面的条件之下呢 动摩擦力会比静摩擦力呢 要小 那有关摩擦力的介绍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